真正做到了突破我自己 可不可以再试试今儿 最低分吗 妈妈 但是也确实是以防不时之需 就那种震撼 现场量身高 来呗 呼啪呼啊 你们想让我变壮 还是变瘦 还是保持原样 围观虫粉现场 近在梅游快访 梅游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季风 今天由我来宠你 没有犀利二十问 现在开始 你早之后 恨不得马上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恨不得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可能是 吃是好吃的 为什么你一个理科生文理这么好 因为我虽然是理科生 但是我在高中初中的时候 我语文作文 还有英语作文的分都挺高的 其实可能是 一个是由于字的缘故吧 因为可能高中和初中 作文的话字很加分 然后再一个就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读书 所以可能会 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用粉丝变胖时间换一点 你心里的东西你愿意吗 不愿意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粉丝 变得不健康的胖 营养最重要 那粉丝在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我的粉丝在我心里面 就是可以不断地支持我 给我动力 并且能够跟我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的一个存在 离岛之后你有没有特别怀念岛上去吗 我特别怀念我们的大通铺 因为离岛了之后 大通铺可能就要拆了嘛 所以就怀念了里面的点点滴滴 那大通铺不是洗澡会很急吗 是最开始洗澡会很急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是有机会 再能看到大通铺的话 可能走到每一个床位都会想起 在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看严谜少爷 皮肤到底是怎么才能保养得这么好的 可以说我没有保养吗 就是 天生丽质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小时候皮肤比我现在还要好 就是我小的时候是属那种 天天被人捏脸 然后说我脸软 然后就喜欢捏搓玩那种 就觉得脸比较嫩 就可能是天生的吧 可以透露一下无风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吗 接下来有再准备一首单曲 然后 马上就会呈现给大家 可以透露一下什么风格吗 用风格就是偏 青春活泼一点 然后 主要歌词的意思是 我想对粉丝说个话 最满意自己比赛哪场的表现 我其实 说这哪一场都挺满意 哪一场也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但我可能最满意的话 应该是第二次公演追梦的蚂蚁那一次 因为我觉得我那一次是真正做到了突破我自己 是因为挑战了自然吗 对 一个是挑战了在舞台上面说唱 第二个是 那个发型我自己也很喜欢 如果一觉醒来发生气变成了女孩子 你场做什么 如果一觉醒来变成了女孩子 那我可能要像你的名字里面那样寻找地球上另外一个变成男孩子的女孩子 可是发现你自己自拍有所进步 是因为看到大家发明你的自拍指南吗 没有 其实自拍这个东西就是拍一拍之后可能会更有感觉一点 Vlog已经平均快一个月了 接下来还会继续拍吗 这个Vlog也有在准备当中 而且是可能第一期播出来可能会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我 就跟之前的Vlog完全不一样 如果未来有机会涉足女士的话 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我其实各种风格我其实都挺想挑战 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最适合的风格应该是偏校园青春一点的那种角色 对但是其他的风格我都想尝试 和已有的聊天群里最经常聊的话题有哪些 已有的聊天群里 经常聊的话题就是聚会去不去啊 然后来不来吃个饭呀 然后下次见面请吃饭呀 就基本上都是这些话题 对我们创造一个聊天群里面 那群里面谁最活跃 最活跃要当属罗瓜同学 瓜瓜哥 自已有给他备注就是全世界最暖心的瓜瓜哥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红心 然后结果呢 这个备注在那个群里面你就能看到瓜哥不断的发语音 好像一个呱呱在不停的呱呱呱呱呱一样 那你说话的频率高吗 我其实说话的频率不太高 但是我会跟他们私聊 我很少在群里面说话 等着被屁是吗 对 知道换天五花吗 对就是比如打绑 这个知道 这个应该知道 你解释一下 打绑 打绑就是有个什么绑单 然后需要需要去什么打绑转发做数据啊什么的 是这个意思吧 空降 空降 空降就是 空降粉丝群 空评 空评 空评就是 微博下面那个 这个怎么讲 就微博下面控制那个数据 点赞啊什么的 然后让他战楼 很多粉丝想问 吴峰小小年纪为什么想要龙凤台 说出你的故事 龙凤台 因为我觉得 如果要是光生一个女儿的话 可能比较孤单 然后光生一个儿子的话 可能也比较孤单 最好的办法就是 有一个龙凤台 然后可以彼此 无论是兄妹还是姐弟也好 可以互相的照顾 你是独生子吧 对我是独生子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经常 想让我的妈妈 可不可以再使使劲 再给我拥有一个弟弟 或者是妹妹 为了你这么多问题 给你一个提问等次的机会 他们会再提问去回答 然后最想为什么 那我想一会儿 我想对我粉丝问的是 你们想让我变壮 还是变瘦 还是保持原样 我觉得粉丝应该不会想让你们 那也不一定其实 这个年少组和年下组 是有真实的代表存在的吗 这个年少组和年上组 其实我觉得 我们创造营里面 这样说不太好吧 可能会存在那么一点点代购 但是也还好 因为 我感觉我们的几位大哥哥 其实都有一种同心未眠的感觉 而且每一次跟我们在一起 好像 都是一个个小幼稚的小孩子呢 就比如说 我们的亲爱的彭楚岳哥哥 每一次跟我们一起玩的时候 虽然感觉表现出来一种 很成熟的不耐烦的感觉 但是到最后都会变得比我们还幼稚 就是朗哥传说中的大傻子 无忌风岛上生活大街 请问 谁是创造营里面偶像包袱最重的人 偶像包袱最重的呀 那当属孙齐震了 1到10分给自己的偶像包袱最大分 回答1分 我觉得我可能是 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偶像包袱最低分吧 谁在营里面照顾你最多 通常有无忌风妈妈的角色 无忌风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 哎妈妈 我才反应过来啊 无忌风长辈的角色嘛 我觉得我的长辈其实真的太多了 就比如说彭楚岳啊 朗哥远哥 还有陆思恒 挺多的 就感觉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 然后每一次都会跟我讲很多大道理 包括张燕琪啊 他是属于那种哥哥对弟弟的对我的照顾 然后其他人呢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父亲对儿子的照顾 就是心智上可能会比我成熟很多 然后可能会比我有经验很多 所以都对我很照顾 1到10分给你自己照顾人的能力打分 我自己照顾人啊 10分 现在我还会多背出来充电器充电线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 其实我也是放在包里 然后有的时候呢 也不想往外拿 但是也确实是以防不时之需 下阶段有没有哪个营友最让你羡慕 为什么 我觉得我最羡慕 这个 纠结一下 我的几个人选当中 纠结一下 听中有没有几个人选 我其实心中的人选是朗哥和李星 因为我觉得他们唱歌都太厉害了 然后他们的高音我都特别特别的羡慕 我就想每一次听他们飙高音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我的耳朵都要炸掉 就那种震撼 所以我就很羡慕他们的高音 所以你最终选了谁 所以我最终 可以并列吗 就他俩并列吧 都很羡慕他们 你离岛之后联系最多的人是 离岛之后联系最多的人 我估计这个我也在并列个好几个名单 因为我好像最近跟陆四恒聊的比较多 然后跟于晨聊的比较多 然后包括朗哥呀彭楚月呀 包括夏之光啊 其实都有聊很多 我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跟他们谈心的一个人 大家都很喜欢你 我觉得大家都对我很信任 也会把自己有的时候一些烦恼的事情告诉我 然后我也会充当一个小大人的角色给他们开导 最近还在长高吗 最近 就不知道耶 但是在节目里面我是长高了的 就是每天狂吃很多东西 但是结果呢 没长胖 长高了 这个没长胖不要反驳我 没长胖不要反驳我 然后很多粉丝想看吴季峰现场量身高 现场量身高 来呗 互怕互啊 你提问我翻牌请回答吧 大明星小风车们放马过来 第一个问题微博名叫绝对可怜年年年 你是有多年的粉丝想问想看风风来个五连拍可以吗 这个有点难做耶 我要现在做吗 是吗 第一个啊 第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啊 然后第二个啊 第三个啊 我要把它爆头 我怕我脖心 我怕我脖心 四个我都觉得 你做什么呢 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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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的粉丝想问 想听一下他用那种低缠磁性的声音说风车宝宝们晚安哟 风车宝宝们晚安哟 谢谢大家